大家好 欢迎回来《芒向编辑部》的法庭《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2年5月6日星期五 今次有个许散 请大家赞我们这段影片 留下言 最重要是订阅《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正向部》《沙冷戏》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轰动一时 D99加1的网台主持 后来也有自己另外搞了节目 越说越疯的 叫做杰斯 被控在他的自己就不关D99加1的事 以为网上说话就不需要负责任一样 说他的老千计划之余 当然一定要煽动人的情绪 或者仇恨 这样才能引到人落答给钱 话说他在这些什么节目里面 发表一些很煽动性的言论 还有提出他的众筹计划 千个巴妈 转眼间由他上年2月的时候被拘捕 后来就叫做还押 至今已经是一年零三个月 在他这段还押期间 其实也发生很多事 有当时的蕭胶墩 爆石墙花 我经常借着去探望还押的人 带口信出来 再赚钱 让他那个石墙花營运 中段也有其他的手下 这个杰斯 老千一定有团伙 他的助理也好什么都好 都是被起诉 花颜色钱 同样地凍结了一部分的资金 记住是一部分的 而期间 杰斯的女儿也有去过法庭 听他的老爸 这个千王之王 或者简称叫做老千的爸爸 听审又说还他爸爸给我 场面相当感人 不过老千的东西都不外乎 家人都是一个利用的工具 老千一定要连自己都要骗才行 如果自己都骗不到 那他怎么去千人 他的女儿有没有千人 或者给人千 我们不得而知 也不想下个订论 后来他的女儿也离开了香港 去了外国读书 据说好像去了BNO祖家读书 又说希望有机会和我爸爸一起看足球比赛 他就被控五项的煽动控罪 还有五项的洗颜色钱罪 现在说到他和他的女助手 利靠叉黎在昨天的时候 在这个区域法院提讯 控方也透露 杰斯似乎会承认 一项串谋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 还有一项是洗颜色钱的 其余的四项作出具煽动意图作为 就会是交替控罪 还有两项的洗颜色钱的罪 就会留给法庭传党 就不予以起诉 而他和他的助手共同面对的两项洗颜色钱 两个都接受了活收令的前提下 可以留给法庭传党 就不再继续起诉 换言而知 他的助手利靠叉黎就无需就任何控罪再答辩 案件方面 杰斯这个老千 8月1号的时候就会正式答辩 据说 他昨天出庭的时候 都面试有些潮水 不过精神似乎都不错 控方也说 预计正式答辩当日需要一整日的聆讯 因为案情比较长 到时也会播放大概一小时的影片 我想应该就是他在网台节目 那些有煽动性的言论 那这件事的搞笑之处在哪里呢 因为这个杰斯之前 有说到死都不会承认那些什么 那个态度想告诉人 他是没有洗颜色钱 也都是没有出卖这些 叫做去台湾地区的手足 当然他当时原意就是千里的爸妈 什么助学基金 就是在台湾地区的学生 亦即是在黑暴的学生 不是一般那些 就说责任不能交给台湾地区的人 香港人都要负责任 所以他想到这个叫配对基金 就是一个黑暴人 就不知道会给多少钱 他们一个学期 一个学年的生活费 叫大家入钱给他 后来也都配下配下 配到就说不要理那么多了 总之你入了钱给我这个户口 然后就这样WhatsApp给我 告诉我是入了钱下去的 不要理多少了 总之照入 我到时会帮你配对的了 自己都急到乱了 据说都成千万的 拿了一部分去炒股 如果警方查到你真的有拿钱去炒股的话 这方面去到法庭没得骗的 你还要不认的 你有没有离谱一点呢 刚才我提到他已经是还压了一年零两个多月 接近一年零三个月 他那时还跟邵家俊在说 那时才好笑 他说自己在监房里面长期处于两种状态 就是冤屈和思念 冤屈当然觉得是为什么我洗颜色钱 煽动呢 我想他都可以叫做认的 当然为什么不认完全部的 认完就错了 希望越少越好 你众筹给我当然越多越好 这两个是倒转的 他说自己冤屈 觉得冤屈他 他没有洗颜色钱 他说自己对于这些控罪 觉得很委屈 那么委屈的话 那你为什么会认呢 那当然 这些王友一定会给自己下台阶 他们要选择不醒 要选择你被人老牵老点了 你觉得杰斯真是真心帮手足 记住不要以为这些人说一些那么煽动性的东西 就是代表自己人 就是代表一起是抗争的 他做的事是没问题 一定对得住手足 全部都是冤屈他 如果让你看到他自己都选择认罪 可能都会说的 他认罪得逼于无奈 如果不是都不知道坐到什么时候 或者可能这个政权就会逼得他很紧 坐到他嘔 那宁愿他认罪得逼不得已 如果你选择要做鸵鸟也好 或者掩耳道灵也好 或者自欺欺人也好 不想自己的希望幻灭 或者所谓的同路人 你之前信错他 要骗自己 识除尊便 不过这帮黄友就是这样 我先说千王之王 他说到自己的委屈是怎样 他说有时我睡到凌晨一两点醒醒 想起我被人这样欺欲我 这么委屈 我就再睡不着了 接着又说我在去年的大概十月中 審讯的时候 他说只是控罪书 有六千多页 他说看着这六千多页 有一种好像耽不下的感觉 所以说自己在十字路口 觉得很糾结 他说这个十字路口 大家想到十字是什么 有没有想到什么 十字 十字架 就是十字架 他又说第一 第一 他说女儿接受一些访问的时候 都说希望学成归落的时候 爸爸就已经可以复认完毕了 患返个老爸给我 说得好像很悲天问人 第二 这个十字架 就是祷告 他要聆听主的声音 落地獄 这些人渣 跟着这个 邵教章还说 这个傑斯在肉中里面 很多信仰上的反思 甚至乎 认为 他自己 是上帝选择的人 哇 厉不厉害 哇 很夸张 说到自己好像很 靠叉神性 我觉得你不要侮辱了十字架 他说为什么 他说你一看到傑斯 虽然在这个 环颜里面 在这个监房里面 他说平凡于我这个傑斯 今天就好像 背起了一个十字架一样 虽然 这个十字架 比起黎智英 戴耀廷 林卓廷 他们的十字架 为轻 不过呢 也都见到 上帝给他的旨意 在这个 那么深厚的意思里面 哇 你不要侮辱上帝 你不要侮辱神 大哥 这些人是神经 觉得 说到自己好像很伟大 现在呢 在这个环颜里面 只不过背起了十字架 如果间接来说 我都相当期待了 去到法庭的审讯的时候 你还会不会认 你真的拿了些钱去炒股呢 不过怎么也好 算不算叫做以退为进呢 或者去到这个时候 都不需要再装扮了 有得那帮友 自欺欺人 他都摸清楚 这帮黄猪 对于呢 那个心理究竟是怎样 如果你说到自己 那么清白 那么委屈的话 我觉得 应该死都不要认 对吧 那他们除了拿钱去炒股之外 还有的 他和这个利交叉例 即是他的助手 以他们两个人的名义 在上海商业银行 就开了两个户口 分别存有 一笔572万 还有一笔256万的款项 那么之所以呢 其实这帮友呢 很多啊 都是借着呢 D99加1呢 来到 建立起自己的人气先 那么之后 再出去第二道的时候呢 然后呢 自己再开弹东西 出来搵食 其实相当多这些人的 那个D99加1 不过他们自己当然不认啦 那这帮友呢 都相当多东西的哦 似乎呢 这个傑斯呢 真的有些钱在手的 也都可以叫做 用得那只来的 所以呢 他较早钱啦 他就算叫做 有部分的户口被凍结呢 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两个 对于申请法援的时候呢 都有一些阻滞的哦 就是并非那么快 可以叫做给到他的啊 那刚才提到啦 咦 两笔数加上都不过一千万哦 其实呢 他较早前 如果要五项的洗颜色钱呢 加上呢 就是超过一千一百万的 你想想多突然害 这些瘋子呢 只是说什么 籌钱什么 给台湾地区的 黑暴 学生呢 都可以籌到过一千万出来哦 多多人害怕 我们想一想吧 如果其他比他更加 夸张的 网台呢 可以 拿到多少钱呢 我想真的可以说 轻轻松松呢 可能真的已经过一千万了 那就证明那帮友呢 那时候呢 真的挺瘋的哦 我们都记得啦 为什么612呢 哇 当时候呢 就是没设置整个 慘无人道支援基金出来之前呢 已经啊 只是街头那些什么差异的筹款 可以已经过一千万了 那时候 是一两日之间的事 我们再记一记 还要抽勇呢 给民阵 哇 挺大的生意圈啊 那时候 那有份给钱这帮人那些 或者有一部分呢 就当是赎罪卷 那他们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 那好了 好了我们来看看呢 这个结枝啦 去到今年8月的时候呢 就再答辩 究竟呢 有些什么说了 算是好彩的啦 就是呢 有一些 变了是 能够法庭传档啦 那你说如果真的叫做 什么暴政啊 又是什么颜色警那些呢 我想呢 都不会说将你 将你 那些 和这件案 再无关系的户口呢 可以叫做解冻 哇 那即时呢 可以 happy啦 威威吃鸡啦 那好了 我们等到遲些呢 8月的时候再和大家跟进 究竟法庭会发生什么事 或者说些什么 那可笑的地方呢 就是 你又说到这么冤屈啊 又说这样那样啊 冤屈到睡不着觉 即是如果你冤屈到睡不着觉的话呢 那到最后你自己又要去认罪 那即是你想怎样呢 我都真的呢 白诗不得其解啊 这些老千 不过不要紧啦 我们觉得白诗不得其解呢 那那帮 黑暴友啊 黄友啊 相信就可以了 即是觉得很悲天问人啊 那就是一件事咯 他们喜欢怎样就怎样吧 不过怎么都好 違法的行为呢 就要接受法律的制裁了 华之你什么抗争啊 什么民主自由啊 那些都是你全部 说出来的假象而已 好了今次呢 先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拜拜